最近其實真的小型SUV非常熱鬧 尤其MG的ZS發表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針對小型的SUV 先請張序來看一下集聚內主要的車款有哪些 然後依序來看價格的設定跟配備 這次主要是鎖定的是剛公佈預售的Toyota Yaris Cross 它的預售價的價格大概是72.5萬到83.5萬 那三個車型 那另外一個就是MG的ZS 售價是74.9萬 已經上市的車型一樣包含是Nissan Kicks 2022年的小改款 那它的售價是81.5萬到85萬 那Honda的HRV它更早一點點 但是它是之前大概款 售價是83.9萬到89.9萬 然後兩個車型 那Honda Venue 它的車型編成比較多 以長範車型的售價來看的話 它是68.9萬到78.9萬元 那這幾款全部清一色都是國產化的設定 那只是大家要注意是因為我們這次沒有拉出來Toyota Corolla Cross 這個車款的原因是因為呢 Toyota Corolla Cross 它現在售價提高了嘛 它把入門的車型也取消了 所以它空出一個價格帶的空間給這次即將加入的Yaris Cross 所以在整個規格上或者是整個車身的尺碼上 售價它會跟我們現在浮上市的這個MGZS 是比較接近的 那我們這次的比較也會主要Focus這兩款車 然後跟其他三款稍微做一點點比較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完整的一些資訊的對照的話 大家可以參與我們的網站的文章 我們會有詳細的資訊條例給大家的表格整理 那你想說我們是不是一開始講一下 各家的價格策略了 ZS 它蠻巧妙的做一個749切落 雖然MG沒有特別去溝通 那如果是舊換新來講其實扣掉5萬就是699嘛 對於消費來講就會是一個六支頭的價格帶 Yaris Cross 它的主要會去溝通 可能中階主力車型其實就是765 75萬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銷售價值帶 那MG 它目前溝通其實不二價嘛 消費者第一個看得到就是它的建議售價 那當然每一家它的銷售策略不太一樣 所以消費者其實它真正應該知道的訊息是 競爭對手實際上可以談到的價格會是多少 在Yaris Cross 它現在是預計單 還是有大概1-2%的折扎空間可以談 這可以跟大家做個參考 HRV 的折扎空間其實不小喔 記得大概4-5%左右 所以這部分一來一往當然跟你設定建議售價 又不太一樣 那The Neo 的部分也有大概2.3萬左右的購車機折讓 Kiss 之前有推出特製版嘛 它裡面就上面有直接講到1.6萬的購車機折讓 而且包含像價格配備的比例 大家也可以去參考 因為像ZS 上市之後 它是以同機裡面頂規的配備 但是它接近其他車款的中階 甚至是入門的價格做呈現 但是這次ZS 它的價差 可能沒有像HS 在狗產中型SUV 跟對手的價差拉到那麼大 所以大家這次會有一個討論度在 ZS 它的博二架 是否能夠在這個集聚 可以繼續成功複製之前在HS的模式 我們也可以再觀察 那我們接著就可以來看說 實際上它配備的一個差異 對對對 那我們就尺碼來看的話 總共這五款的國產的小型跨界SUV裡面 其實尺碼上除了Venue比較偏小一點點外 其他大概都差不多4米2 4米3 車款的部分 ZS 算是通機裡面比較接近歐系車廠的寬度 它是1809 其他四位的車款 大概都是落在1.8米以內 車高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低的像是HRV 或者是KICKS的部分 它是1588或1590mm 有的車型它有含車頂架嘛 所以稍微有一點落差 但是這兩款是比較矮一點點的 但是如果可以看到ZS 它比較挑高一點點 而且它有做全頂天創 甚至有車頂架往上堆疊起來 所以它的車高是大概 1653mm左右 Iris Cross 還沒上市 但是我們看數據 它有1655mm 所以這兩者的 尺碼上除了車款以外 算是蠻接近的 沒錯 因為其實從尺碼來講 可以看得出來是 車廠對於SUV的分重化的一個過程 如果大家回想一下 這個急劇如果4米3來講 應該是以HRV 是一個蠻代表型的作品 它推出的時候 它等於是很巧妙在CRV下面 它另外開一個小型SUV 那在Venue來講 比較算是迷你型的 4米左右的一個SUV 請你回頭去看 像日本的RAX 它也就是4米粗 可是在Yaris Close 你也整個亞太規格 希望更高的嘛 所以看起來 4米3會是小型SUV 一個非常主要的 主流的一個級距設定 車重的部分也蠻有趣的 像因為我開過ZS 感覺上它的剛性還蠻紮實的 帳面上的規格數據來看的話 它的車重確實比較重的是 1.31318 Yaris Cross 因為詳細的規格數據的車重部分 還沒有出來 我們之後如果數據出來的話 再幫它更新 行椅箱容積的部分的話 普遍都有超過400公升的容金 除了Venue以外 還沒有受限它的車格 Venue有車格的一個考量 HRV也蠻強調它的魔術座椅 Yaris Cross 或是最新推出的ZS 這兩個車系他們都有推一個 可以下潛的隔板 它是可以做平整化 那也可以做下潛去 擴充它的容積 那像ZS的話 它可以多擴充80公升在這邊 那你倒平之後 你也可以做平整化 或者是你要更大的容積 動力結構啊 跟懸吊方面 這個級距大部分都是自然進氣 搭配前麥佛遜 然後拖一幣 或是我們講扭力量的設計 那自然進氣的排氣量部分 Venue跟Kicks 是1.6 那如果是Yaris Cross ZS HRV 都是1.5升 對 那動力輸出的水準 最大馬力的部分呢 像如果是Kicks的話 它最高到135片 因為它這次是改款之後 換了一個跟Centra一樣的 1.6升的 Kicks應該是說 機具裡面目前 帳面動力最大的 就是說帳面動力 雖然這個級距都是 踩CVT的五段變速箱 先天上有省油性上的優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ZS能源局 角度是 平均油耗15.3 那其他一些對手呢 有的就是16 Honda的HRV 有到17 啦 目前來講 最好的是 Yaris Cross 因為它的車重 CVT的搭載 可能有一點點油耗上的優勢 那等於說 弄動力來換好一點油耗 對 所以可能消費者要斟酌 我們雖然還沒做記憶品 但以我個人的體驗來看 大家如果買這樣的產品 都有一個認知就是 你不能對動力要求太多 就是你能夠輕快 能夠好代步 好上手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考量 其實這也是為什麼 車廠這個機裡面 大家一直敲軟要渦輪動力 渦輪動力 性能提升 但是能耗可能又掉下去了 那掉下去是不是大家 最後會買單 這也是一個問號 對 然後再來是售價成的 售價有提到 像ZS我們也有問過說 國外有1.0T 還有1.3T 那最主要他們也是考量到 穩定度 還有包含車價的成本 目前來講 是確認在ZS這個車系上面 不會再另外導入1.0T 或1.3T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大家最關心的是 舒適型配備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ZS這次開的算 蠻漂亮的 確實對手有的可能 入門還在儒素頭燈 但是它就是直接標配LED頭燈 那我們可以看到 Yaris Cross 2023年的車系 它也是有標配LED頭燈的 只是在一些其他舒適性 科技性的配備來講 可能因為等級的劃分 所以覺得入門 沒那麼豐富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 Yaris Cross 它就是車門的進入的部分 它只有半套 像是如果你要進入的話 最入門的那款 72.5T 就是可能還要遙控進入 但是你進入了才有PUSH大 但是其他有些 它把它拆開 對它把它拆開 就有點半套的Keyless這種感覺 那像其他包含HRV 然後還有Kicks 還有ZS 這個部分是標配的沒有錯 座艙的操作介面的部分來講的話 Kicks ZS Yaris Cross高階 它們是有搭載7吋的 數位駕駛儀表 對對對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像這個極具的數位儀表 其實你的感官上 它不會是更高極具的一些車程 是什麼12.3吋 滿版的那種數位儀表感 它多多少少旁邊可能會有一些類比式的 轉速表 或者是車速表 像Kicks 它一半是7吋數位 然後另外一邊是指針 所以 就科技感部分來講 這個極具 因為成本關係 沒有拉到那麼高的層次 大家可以實際去展間看一下 你覺得說 大一點的數位螢幕的尺寸 會不會更好去解讀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在中控螢幕的話呢 這個極具普遍來講 不是7吋 或者就是8吋、9吋 那像ZS的朋友 它給蠻大 是10.1吋 畫質啊 看起來是真的 還算不錯 至少你不會覺得說 你看到一個480 然後放大成10.1吋的 螢幕的這種感覺 Yaris Cross 雖然我們還沒看到實測 但是它是搭載 國內開發的 Drive Plus 主機 它是9吋的 那台灣是10.1吋 但是海外可能也是 東南亞的供應商 也說不定 但是國內就是直接換成 我們開發的一個主機的版本 基本上大家最在意的 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的連結呢 這個極具還沒有導入 所謂的無線的 都是有線連接的部分 手機無線充電的話呢 HRV的頂規 89.9萬 然後跟 Renew的 74.9萬 這個等級以上 還會有搭載 其他的車型的部分 車系是都沒有配備的 那具有線 KIX 它可能也是售後件 ZS 的部分的話 海外原廠是在純電的 ZS EV 才有這樣一個配備 就跟 有點類似跟恆溫空調一樣的狀況 就是它沒有在哪個版上有這樣配備 所以台灣也沒辦法搭載 綁定靠件 對對對 Yaris Cross 是看到印尼版 有這個配備 但是台灣是 目前看到資料 產品資訊是都沒有這個東西的 好 那再來像空調的部分 這種炎炎夏日 大家也是蠻在意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級距 除了 ZS 是全車系 沒有恆溫空調 沒有恆溫空調 其他有一些車系 它在高階的版本 它就有很多 Yaris Cross 跟 HRV 跟 KIX 其實都還有恆溫空調 對 恆溫空調 如果是 HRV 的話 它在最頂規 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那後座出風口的話 包含像 ZS 然後 Yaris Cross 你要到中間以上才有 那 KIX 是沒有 HRV 是標配 Venue 它可能測試小 然後它的世代 所以它沒有 它是都沒有 那 ZS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提一下 原廠在全球的 雅油版本都沒有恆溫空調 連單區恆溫都沒有 它是直接在中控螢幕的 一個電子式的冷暖的設定 所以你在滑動空調的溫度的時候 那天去試車它是沒有刻度 你就可能只能看冷一點的話 你就會滑到藍色一點 然後要熱一點就黃 這是它可以試車的時候去注意 但是它有後座出風口 體感來講 我那天試車 在台中試車還OK 因為我如果盡量往藍色那邊移動的話 是還OK的 體感不會覺得說太熱 但是它比較有趣的是 它有配雙前做加熱座椅 這是它集聚中比較少有的設定 這台應該反過來應該是雙前的通風座椅 還比較實用 對 但國內的NG總代 也是有跟原廠去爭取 基本上就是原廠沒有這樣的設定 所以沒有通風座椅 就是加熱座椅 套廠版定了沒辦法 對 沒錯 好 然後再來是 就是EPB 電子手煞車跟AUTO HOLD 這個部分呢 包含像HRB KICKS的小改款也有了嘛 然後Yaris Cross 然後ZS 這個都是標配 那VANUE的話 要比較傳統一點它的機具 更為輕盈一點 所以它是 傳統手煞車的一個設定 ZS最值得一提是還有它有全景天空 這個配備應該是在機具裡面 罕見了 大家應該現在很少看到 傳統小尺寸天窗的一個設定 就是大家要配 可能就是直接配全景 要不然就是沒有配備 像ZS拉高的這個層次就是直接給你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Yaris Cross 在海外是有全景天窗的一個選項 就是 海外目前我們看到的規格 都沒有搭載在這個上面 是比較可惜的 像360度環景是ZS 它就直接標配 但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各家像KICKS在頂規的旗艦版 也是有搭載環景 其他的車型的話呢 它基本上可能都是人家售後加裝 但是建議給大家去實際去看一下說 這個環景的解析度 是不是夠高 KICKS或者是ZS 我覺得畫質的鏡頭的解析度 都沒有到特別高 你大概就是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判位 但是 你說真的它要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比方說小貓幾隻在那邊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點點難度 它標配在裡面的話已經算非常好 因為其他有些對手 像Yaris Cross 我們目前看到的資訊是 甚至連倒車顯影都沒有 而且它倒車雷達入門也沒有 我覺得對於它來講 配列是確實是這邊比較弱 對那可能他們就是剛好可以搭一點 經銷商售後的套餐的配件等等 我覺得本領域它也立刻有 針對環景器的做對應嘛 所以它9月1號開始 其實它就會有推出一個 Espresso的版本 兩個車型都有追加360度環景 其實各的車廠也是會針對 競爭對手做一些適當的歸應 我覺得這也是好現象 讓配列會更完整一點 像電動座椅也是 ZS有駕駛座的六項調整 那其他車型基本上都是手動的調整 然後電動尾門的部分 像這次的Yaris Cross 它是有在頂規有配 腳踢感應的一個電動尾門 那以ZS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可能比較偏向售後的加裝的部分 它的定價是2萬Hz 對那他們配件金 目前新車看起來送的是1萬6萬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貼一點點才能夠去裝 車主如果對這個配備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在PDI整備中心再做加裝 對那可能業務有些配件金的籌碼 也可以再詢問一下下 那HRV它是頂規的 89.9萬這個車型有配 腳踢感應的電動尾門 像Kicks或者是Menu 就不會有這個東西了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啦就進入大家最關注的A-DAS的系列 在之前大家覺得 可能小型車裡面不會有太多豐富的A-DAS 但是這幾年其實不太一樣 在小型SUV裡面 反而它的A-DAS的配備還不錯 那我們再看一下個別的差異 ZS它最主要主打就是它有全套的Level 2 這套是由Bosch供應的MG-Pilot 2.0的系統 所以它包含像是AEB 全速域的ACC 全速域的車道置中 甚至是包含盲點偵測 車道偏移輔助 甚至是遠近光燈的自動調節等等 這個都是ZS上面標配 如果說要在整個集聚裡面 另外有Level 2的半自動輔助駕駛 比較接近一點點的是HRV HRV 它是有全速域的ACC 但是它的車道之中維持呢 它只有72公里以上 空打在國內販售的版本 都是這樣的設計 還沒有到那麼低速 對對對 所以低於72以下 基本上是沒辦法使用到這個車道之中維持的 那其他部分的話呢 X-Cross的一體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車剛發佈一些資訊 那大家那時候有點看不懂 它所謂的叫做 車道行駛輔助 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這邊有取得到一些產品的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說 Yaris Cross呢 它是有全速域的ACC 然後搭配AutoHole 所以它可以做到 停走3秒內跟車 這個是都沒有問題 它這個比它的老大哥 Coral Cross更好 它是有電子手擦車的 但是呢 它在車道維持 比較像是乒乓球式的這種 偏移輔助 原廠的名稱有三個系統 包含LKC 車道行駛輔助系統 LDW 車道偏移警示 還有LDP 車道偏移修正輔助 這三個是綁在一起 統一叫做 車道行駛輔助 但是它的 LKC 車道行駛輔助系統呢 它的作動範圍呢 是時速60公里以上 一直到125公里 原廠它在內部的訓練的說明 它是表示說 只有提供部分的轉向輔助 然後讓駕駛可以比較輕鬆的 讓車輛保持在車道內 所以有點模擬兩可 但是Yaris Cross 它是採用 所謂的大發的DNGA的平台 然後它的這套 TSS系統跟我們講的 Coral Cross或Altis都不一樣 像Altis跟Coral Cross呢 它的TSS系統呢 是有透過雷達還有攝影機去偵測 那Yaris Cross 它這套大發的系統呢 是只有透過前掌風玻璃的攝影機 去做偵測 反而跟SBARU 部分的EyeSight 會比較接近嗎 對 有點類似 但是它比較可惜是 它就是沒有 所謂的真正的 測到自動位置 其實等到時候試測的時候 應該這部分我們會 對會更說明的更清楚 那只是提供大家參考 說我們目前掌握到的資訊 那這都是到時候 我們試測可以再跟它做接近 對 但如果就整個系統的作動 還有完整度來講 ZS是 統計器真的比較接近滿配的一個狀態 像盲點偵測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以Yaris Cross來看的話 你要到最頂規的83.5 才有盲點偵測 然後後側的警示 如果以HRV來講的話 它就比較獨特 它是還在維持Honda 比較久以前的那個叫Lane Watch 它是盲點的攝影機 它不是盲點偵測警示 這樣 那KICKS最頂規的85萬的旗艦版 才有盲點警示 那Venew的話呢 算是EDAS稍微比較少一點點了 其實它是沒有ACC的 它只有基礎的AEB 然後我們講 車道偏離的輔助跟警示 這也是受限在它全球的設定 因為它全球來講也都沒有 所有的市場版本都沒有這樣的配備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基礎這幾年 確實看出來是有一些進步 那當然這一方面 也真的要謝謝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對這個EDAS的重視程度 當然也會影響到車廠帶產品的規劃 像MGZ它這次是完全標配 我覺得也會是對這個基礎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刺激 當然對消費者來講是一個好消息 對我覺得算是一個念於效應嘛 如果以KISS來講 它沒有國外那套Propilo 對不對 就是含車道自動維持的 它只有全速於ACC 而且記得之前的測試 是沒辦法stop and go的 還是要踩上 所以它不知道很全套 像這樣的狀況就是 看看是否能夠透過這樣一些 市場上的競爭的時機 也讓消費者拿到更好的 更完整的一個產品 對啊 其實像這個話題來講 我覺得倒是可以接到一個 產品世代的部分 我覺得MG這一次呢 其實它的產品不算新 它是2017年推出 其實算一算已經六年多了 其實以產品週期來講 甚至說它已經 以全球市場來講 大概五六年就是一個產品世代 它應該算比較後面 但是其實張旭也有掌握到這個訊息 其實它ZS來講 會搭載ACC只有兩個市場 一個是澳洲 另外就是台灣 台灣也有爭取到說 即便它產品世代是比較舊 但是它在配備上來講 也算還蠻不錯 真的蠻完整 新世代來講 就是Yaris Cross 跟HRV 都是新世代 那Kiss其實也蠻久了 Kiss它的產品週期 也是算比較後面 對 而且Kiss 它一開始 它並不是全球的戰略者 我在來印象 它其實一開始是整個南美巷的 南美巷的 然後後來因為 因為車子長得太漂亮 大家很喜歡 這樣的小型的SUV 所以Kiss 就逐步的變成全球化 所以這也是會直接影響到 Kiss它原本的配備 可能就是只有 以南美市場的需求 所以它沒有一開始 就沒有把ADAS放進去 那當然時間比較早 Kiss因為它賣了很多 全球市場也很搶手 所以它ADAS才逐步的補上 那Renew來講 它有它在全球用的一個產品的規劃 是比較偏入門的小型SUV 所以多少是影響到 它配備的一個 這個豐富的完成度 那我們就是藉由這次的比較 包含像車身池碼 然後還有動力 還有舒適配備 還有安全部分 做大家一個統整 但關鍵的價格部分 可以看到其實ZS出招了 但是接下來9月可能還會很熱鬧 像英凱雄剛剛有聊到說 可能各個對手 每筆會做一些對應 那甚至Yaris Cross還沒上市 它到9月28號 才會公佈正式的售價 目前還是預售 目前還是預售價 所以到時候的變化呢 會是如何呢 再加上各家會不會做一些 配備上的對應跟強化呢 我們接下來可以做觀察 那大家網友們 對於這次的比較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想要討論的 都可以在我們下方 留言區做留言喔 好我是張旭 我是英凱 我們下次再會囉 好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 下次見 簡白 Sad 好 摩訛